你们看好 那这个就是我刑事申请异议 那个101年他治487案 就是那个我告引警察 我的律师已经告引警察了 然后结果我这个日期嘛 就101年6月19收账长 这个告这个张斗辉是检查长 张胜绝一分警察 赖建达吴丛敏 这两个假证人 好这个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留个电话 然后我说 我已经判无罪了 我要告回对方诬告罪 既然湮灭证据啊 然后说警察无罪 更好笑 告的主题是会被转移 我告的是九条罪名 侵占罪啊 有一条 因为他拿走我两条 那个手笔电啊 违反击押我到我的工作室 乱搜索 你家是有宪法第八条 我的字 因为我是技术证照人士 我的家庭是家庭营业嘛 自己住的居住的地方 那有第四条 宪法保障 自由居住权嘛 可是他既然 就告国泰司法银行 引起的 还有在那个 我就开始学会批证 因为他们不公嘛 不公不义 我就是批证 然后完毕 他就来我的工作室 第二天 我还投诉在 马英九店布洛格 就这样子 来抓我 第二天就来 来这样子 违宪 第十条来抓我 然后OK 逼我签名 还好 我就不签啊 死都不签 然后羁压我 然后完毕 最后我找到律师 本来没有找不到律师哦 你看 说告我 防害会 封开座 然后到不起诉的时候 信函 哎 既然 他们还会篡改 说是 变成是 儿少新邀 新烧义啊 然后你看 他没有人事物 时间点 必大声说 我是皇害 然后就靠 他就双手扣脚链 我跟我这样 从我工作室抓出去 你知道吗 好丢脸哦 已经侮辱我了 公然侮辱我 公然无罪 然后我就告很多 然后逼我签名 这是刑法 第十条 故意罪啊 故意罪 这个什么 就是故意二十三条 反正很多嘛 就是 那 我律师说不可以签名 我有律师顾问嘛 对不对 然后我律师顾问 自己的律师顾问 也不想办了 后来是我买那个 以前 被电视播精神脑控的时候 去朝大晚上 还没叫我老公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 还没去马来西亚之前 买那个一信 我们就不提了 这已经在网络已经讲过了 然后这 就是什么 发什么公文 什么 好像就一月就 诬告罪 什么 一直堵子罪 反正他就是这样子的 警察 就你看 反正我这边 就已经提了 结果他就跟我说 台湾六百年出函的 张斗辉 警察长 他说 什么 中检会案 101他487案 065791 这个 本署 101他487案 第一分局 不详 被告 等侵占等案 经查台湾 程序事实 显与犯罪无关 语语签捷请查证 101月9号 申告单 我的两台笔电都还在法院 被你们没收到现在啊 没有侵占 就是那些违法基 啊 我拿走我的两台笔电 封锁了我张必病 那个FB的账号 还有很多外国年节的账号 啊 你们已经犯法到这种程序 我还说没有了 487你告我 告恩 然后我就是有成题嘛 在106 然后你看 那个他们就底线第16条 然后我就是声 我又去告 我又本人啊 张美凤和吴山 在住哪里 然后台 告 告发告张总会 至签结案违宪 明显践踏 宪法第16条之 诉讼权保障 意旨 宪法大于法律 和抵触相抵触宪法银 好 何况487案是我律师告引的 他102123接收到地检数 张总会文是说 101他的6833案件 未曾 呃 就属于一段解案 这本人也要告知我 从吴有关6833 先案任何一个 征庭式 即是6833 我都没有出过哦 这贴着案 我都没有出过哦 然后也不知张总 我又要吃我哪一个案件 要故意弄出这个假案号来吃 他反正我有写纯之前 很多案号的 我都没有出过了 好 一大堆都是未曾 即解 还有一些告引我的 呃 什么什么 那个 二什么什么 二什么 就是262696号又篡改成 侵占罪 不按司法的程序乱结案 实在对案件没有处理 而且更没有任何的 侦办 请以下草率的 给我说结案 完全不符合 其次诉讼法 特于检察官法定调查 义务以色委 法制签结案 明显践踏先法第16条之 诉讼权 保障 指一指 啊 简存线与他人往来书信 与他老人 啊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里面本人安后 过目侦查全过出都有 所以我就是 暗邻身高 我也都有录影 密录 我都有这个证据在 啊 如拿出付出来 违宪赌质 啊 哈 我看 我的所有 纯正信函 信函里面的 安号本人 有要求过 木侦查室 出过庭 全部录影带 因为你有 你你既然以签结 那我们轨迹证 我就跟他说 这样子好了 你你说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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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就有 有有你不承认没有钱 那我们拿那个鬼那个出出庭的证那个那个什么 看厌代子你有真这些暗号吗 这些暗号你有看你我们看厌代子吗 你说你你你我你没有你没有违线话你拿出看厌代子啦 哈 那刚好这些都是这个是他又寄来的好像就是好像是呼隆爱情就对了 好你看他又寄来好了 他这个公寒 这个是他们初心的哈 这个 好像是 啊 你看 什么一一零一年三十 反正就是这边看 你看 金本署检察官以一零一年度他487案征办以后 我这个林放在youtube啊 因为他吃烂 他呼隆他 他不要办诬告罪啊 我在现场给他吐槽啊 好多录起来 他程序事情与无罪无关而签结 487案我是告什么无关 我是告诬告罪 我告阴呢 我告阴警察 你们告两个误 两个那个告我妨害命 妨害 妨害风化 好无人事务时间地点 他乱来误告我 在张说 就说警察举了两个那个假证人 就这样给我抓走了 哈 然后我们不是现行犯你看看 然后就好像他就说 说不跟487无关 就签结 你看 这是是不是违宪的哈 这个东西 好 这都是证据在 他很多 我就有写出 陈正西兰很多案号 他们就呼隆到 哦 那么既然如此 好 这个这个在意 这个书我都有了 好 那更好像我们再看看 你看 好 那个这个抵触 这个明显抵触 第16条的行犯法嘛 对不对 好 你 你看 我说 我们487案 我这样子好了 你没罪 在 我是在家里面 住宅 个人工作室 不是店铺 没有仲介 没有图利 等于 你们是乱开搜索票房 开放 违宪第十条 自由居住城 台中口容法官 严重犯法 堵持台中第一分局 无人事务时间地点 乱抓人 扣押我 找假证人 误告我 害我找的律师 都还付出了 最大现行犯的 八万元交保等于法官 他压我一天哦 住一天 第二天的下午才出来 把检查是什么 把堵持罪 最后之间 无处过庭 被判 无罪和我 当然冤气未善 告回去 年同误告 侵占我两台电脑 机会的电脑密码 不 反正一条 一大堆啊 把我乱搜索东西 拿怎样 你看 他就 很伪造 案情吃案 你看 就改为侵占罪 误告我改为侵占罪 你看 那检查 这是我的状子啊 就是正确检查 如未办案结案 告诉人将处分 转为证据 控告组检查 关系堵支 刑事 124的 12条 反正我就告他们 就很多多条 对不对 那个是 违反澄清 幼儿绝笑 申请状 向法院 申请状 法院 反正违反法令 第三七九点 反正就是 你 你 为真 我们就这样 这边 然后你看 还有这个 然后我就 承请那个 国泰司华银行 这个 这个 他知道我的车子 放到小课车 他竟然 用 威胁的 这个警察 他们 这个检查官 台中 台中 已经 这个地方已经是电磁波邪教的地方了 他说我没有去不给我检验 他说我的车是广告 营验广告不给我检验 FS-68 FS-68 之前的我那个时候示威成行的 他们违线第22条了 他是说102年1月13号 就我也有告这个交通局 这时候我也是成行在交通局 也有告交通局 因为他们就不给我管了 他就是不给我检验了 该车不依限于102年定期检验 愿我去去那个 那个什么去检验了 结果他们不给我 这边也就有写成行这个处决书 台湘市交通市裁决书 向交通程序单 张美凤 在这个 这是几号 102年3月28 我有按时去 那个德旺 什么 居家德旺 复兴路验车 我都有录影城 这个管住 杨渊雄忘记 限法第16条 第22条 请愿素愿 还有飞他 还有那个第二 限法第22条 可以成行 限法大于法律 法律大咪 广告车 他说我广告车 限法规定人民的基本权益 是要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台湾限法第二章 至第七条 至第十八条 乃规定人民基本权利 参与自由诉讼 请愿权 都可以允许我 放法院门口 请愿 人民权 基本保障宪法里头 我诉讼 身体健康吃烂 我有权利诉讼 请愿在车上陪 请愿的字体 永远不准我验车为由 说是广告车 我是成愿的单子 什么国态 什么那些广告 然后就开发单 硬逼我这样讲 才觉得 他又不给我那边停车 很扯淡 我跟你讲 一大堆冤情 我跟你讲 我那个时候 我在告国泰市法的银行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台湾高等法院 来 他反告我秘密罪 你看台湾法院 他又交回来高等法院 到现在我到高等法院的时候 他知道我要去宪法法庭视线 结果他还不给我 不给我寄审判书 结果拖一个多月 过完年到现在 从1月22那个什么 到现在你看 拖到现在 我大 我就拿以前台中地方法院的 我已经有录一 没关系 所以他也拖 他不给我寄审判书也没办法 我还是请大法官 所以去司法院了 这样子的离谱的案件 你来看看 我们要 我要怎么去信服 我是国际人权宪法 好 来我们来看这个 你看 这是我请的周静雯律师 这司法西安 那个妨害风格 他又改成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周静雯律师 这是我呼唤单 好 这个 这个 好 就来 然后 你看 地方法院检查署不起 不起 诉处分书 对 被告张雯律师 那时候我 那个时候48岁 好 我是周静雯的 辩护局 过滤 他那个什么 儿少性烧义 第一分局的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 不管什么 引诱 他好像会 会逼 对对 然后 然后你看 然后就说 什么 什么 什么言论 自由 保护范围 折尾 什么 第二九条 固 反正就是 不起诉了 中上什么 什么 什么 无虚 无虚 什么 什么 这第二五五条 什么不起诉之处分书 然后这个 检察官 林宇人 这是几号 一百年度 一零零度 十一月三十日 林宇人 十二月 一百年十二月 十三号出书了 书记官 陈书分 盖了这个 然后你看 那时候他 我叫我姐姐 张之渝 他本来叫张美 因为他改了名叫张之凤 后来那时候我回来 是叫张之凤 后来又改回我本名张美凤 他压八万块 保证金 我姐帮我提领去拿 他就是 二少新造义 可是那个时候 他告我的时候 你看 是防害风发罪 暗游 风化 压了八万块 这一百年 好 这个 这是几月 是105月 5号 10月5号 10月6号 他去付的 保证金 起诉 临时款收据 张之渝 八万块 是风化罪 结果我们结案之后 马上改成 二少新造义 无人事物时间地点 你看他们这样扯 我没罪 他没 警察没罪 谁有罪呢 好 这个情形 这个都是第四八七案 那我也放弃 他就迟案了 就说他不那个 那么 我们现在是 我自从98年 开始告 国泰四华银行 所以这个是 宪法法庭给我的 好 他说 如果有违宪 好 宪法保障之受益 遭受不受害 轻视时期 涉及宪法条文 所经过的事不算随 是对终裁判 命令 法令命令相容 有关处理案件 要说明 那我现在就说明了 我也入企存证 好 解决大法官 四线之理由 好 我不管那么多 我现在的这几条 现在也够巧了 也不管第十八庭侦查室 他看烟袋子 他们的骗人 糊弄 好 这已经足以证明了 好 这是我已经申请了 来 这个 好 104年3月 呃 12月19号 我送箭了 司法院 大法官 失线 好 他也盖章了 他收箭了 好 那就是 这些 这个主题 判无 请大婉 判无罪之后 我急不再诉讼 政府 我要嫁到外国 出行移民 我女儿是外国公民 18岁可以依亲 好 那么 RLC国大 曹大伟 我认识他 然后控我20多年 证据 十足 好 假设中华民国坚持 误告起诉我做冤狱 我一定会告国际法庭 起诉到世界人权学会 反之 愿意 呃 释宪 判无罪 那大家和乐 和解 安乐 一笔勾销 好 那这些东西 好 很多暗号 我们都得 好 你看 宪法 大法庭 好 一年是 一期 什么之 罢罢 罢罢公务 什么出庭 什么什么 好 自由旅 台中店是次案 好 这是我的文件 全部 我已经在这个FB 有写了 这些东西 好 就是我刚才也讲一些 还有很多 他就防害秘密罪 好 那个防害秘密罪 你看这好笑的 他也不要跳褥 防害秘密罪 你看 诶 行 他说我是 办公大楼一楼 不公开之临时侦查 庭内 接受讯问 调查时 佩戴所有录音 也就 我有限把第七条 限把第七条 现场有录音 我当然也可以密录 尤其你们吃案在先 你们 那个 我秘密 妨碍秘密 说我公布 我有言论自由 第十一条 自由 言论自由 还有那个 出版自由 因为 而且出版的内容 是你们 我是 公民记者 我当然也有这个权利 那么 这样子 我们就是他抵触到 说我没有防害秘密罪的 这个 你是刑事告我 我是 我宪法告回你们 我宪法来 抵制你们 对不对 我有这个自由 不然你就不要说有宪法 你不是限制国 中华民国 那么什么 什么 YouTube公布 就是我有这个公布制 我有这个 出版权 要不然 你就可以说 你不是限制国 是不是 然后 这个 他说我踹警察 说我不断侦查 更好笑是这里 你看 所以我妨害公布 什么 那个为台中地方法院 什么 这个好像是跑哪去了 反正 他就说 这里 张敏凤明之 身着陈俊廷为罚警 基于妨害公务 原执行政务时 陈俊廷欲取下眼镜 错 他不是去取下 那么斯文 他是听检察官的话 那个陈文斌 把门关起来 去关起来 不打紧 侦查是门 大门关起来 还卡 把那个门锁了 我太喊救命 我看 其实我就跑来跑去 救命啊 救命 敲那大门 然后陈俊廷 凹我的手啊 我看燕袋子 我女儿都在 看到现场的情形了 他还呼咙说是 取下眼镜 他是用抢的 抢夺罪啊 抢的 我私有人物 然后就犯了 人身自由罪第八条了 然后 不断挣扎 我废话 你抢我 我当然不断挣扎 还凹我的手 然后我当然是为了自卫 他要抓我 把我抢做 现场毁灭证据 用断 然后还要用手帕 靠我 我当然要咬他 这个是自卫 你都违法了 我是告诉人 我是控告人 控告人 竟然会被你们违法 被你们这样抢夺 被你们用施法 把门关起来 报告 来改靠 那是脱会 那是黑社会 不是警察所为 不是法院 那是黑社会 那个是 这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好像常有 这个新闻常有 把门关起来 然后打人在现场 就是我那个情形 是那样子的 陷害我这样可怕 你看看 好了 这一切都为凭证 我那个 以前警察诬告我的 我也都有了 你看 以前警察 违宪吃了 诬告我的 我都已经有 这些证据都有在了 好了 我们就这样公布 有大法官事件 如果他不事件的话 那么我一共25页嘛 这个大法官事件 我递状子 那么我们就 一切 是国际法庭 你要关我 可以啦 然后你没有关我 我们就一笔过销 阿弥陀佛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